启示录第二章 你要写信给已夫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了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 并不罚倦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给世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那是撒旦一会的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由良人利剑地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 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 所以你当鬼敢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 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向光明瞳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迭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吃迹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 看哪 我要叫他并卧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呢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雅推拉 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的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灵的人 我告诉你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了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服烈火 他必用铁杖挟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呼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nington évidemment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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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